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本场为我们提供奖品的艺术家 江苏省高级美术师 紫砂非物质遗产传承人 范永军先生 范永军高级工艺美术师 江苏省紫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传承人 从事紫砂陶椅创作设计多年 把木雕 玉雕等多种工艺技艺 融入到制作设计弧役之上 所制作品设计别开生面 取材新颖 线条流畅优雅 创作了朱尼贴花系列弧 朱尼玲珑镂空系列弧 深受弧役爱好者喜爱 2016年 他创作的锦上天花紫砂壶 获大英博物馆特别展览艺术家许奖 2016年 招财劲宝紫砂壶 获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 决赛二等奖 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 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奖品呢 一场节目最终就是为这个 范大飞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样的奖品 带来的是一把石瓢壶 一心直杀呢 失明中患 这个历史上面也很有名 这个去年呢 这个英国王家博物馆 也邀请我们直杀壶 做了一个专场宅来 这个这把壶呢 市面上几近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 它适合男人用 还是适合女人用 女人男人都可以用的 都可以用 好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把壶 到底由谁来争夺 欢迎今天我们的两位明星 欢迎严丹臣 哈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李云赫 哈喽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那个你们来过了对吧 谁赢了上回 丹臣姐赢了 来 李云赫分析一下 上回为什么她赢了呢 可能是年长我几岁吧 然后懂得比我多一些 就是比你老一点 不不 我没有这意思 没有这意思 孩子都会说话 没有没有没有 没法聊了 本来我今天还想让给她的 我现在不能忍 我们这是一个彰显 艺术与品味的节目 艺术跟品味是不能让的 当然我们离不开现场 十位高餐的帮助 欢迎十位高餐 欢迎你们 各位朋友 喝熟水 真解渴 本节目由财经频道 指定用水 金麦郎200开 赞助播出 接下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第一组 两件宝物 请看短片 本件藏品 宝主认为 是一件民国时期 珠山八游之一的 刘宇辰所作的 粉彩大盘 大盘利用粉彩料性 把大雁绒毛的质感 表现得淋漓尽致 生动刻画了 秋风剑起 芦苇摇曳的景色 此盘是刘宇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 是一件非常值得 收藏的大师作品 因此宝主报价八十万元 本件藏品 宝主认为 是一件民国时期 珠山八游之一的 邓碧山的作品 邓碧山在珠山八游中 专精画鱼和水草 这与他幼年 随父且打鱼的经历 有密切关系 这件作品 七行归整笔墨精到 色色工整秀丽 是邓碧山典型的代表作品 因此宝主报价五十万元 两件瓷器 都是号称珠山八游的作品 那么哪件是真的呢 好了 艺术与智慧的比较 马上就要开始了 李云鹤 你觉得两件 你喜欢哪一个更多一些 应该是红台上这个 这一件 宝主认为它是民国珠山八游之一 邓碧山所作大攀 严丹臣第一眼觉得哪一件描述符合事实 对这个也没有了解 但是我是又听上回来做节目说好像盘越大 越不好做 完了那个价钱也越贵 对盘跟烧饼是一个道理 对啊 而且这一盘里头多少只鸭子呀 那才几条鱼啊 颜丹臣的理论是在菜市场买东西看哪个贵 是吧 回头看一下各位高餐的选择 我觉得现在高餐真的是越来越高了 这写的这字真的就是我得猜呀 得蒙呀 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写 先问问十号吧 好 来了一句诗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们不是文人 所以他们的题材我觉得很契合思议 一定要契合思议 对所以我写春江随南鸭先知 我觉得这个盘子画着鸭的那个盘子 画功啊还有比较好 你说的有道理吗 有点道理 有点道理 在琢磨琢磨 来李云鹤你选一位 我选那个一号老师吧 小可爱 一号老师说小可爱 你说你说说谁呢 这小鸭子画得非常可爱 而且画功也好 像是刘雨晨的手笔吗 我感觉像是真迹 像是真迹 你同意他的说法吗 不太同意 不太同意 来说说你现在的想法 盘子这么小 画的那些小鱼都非常非常的小 我感觉这个应该会比那个鸭子的那个画得要 更难度更大一些 这个更难 对 我们接下来呢 首先有请十位高参 做出你们这一轮的选择 如果认为号称邓碧山首座大盘为真 请选一 如果认为号称刘雨晨 粉彩大盘为真 请选二 请 我们问一下范大师 您觉得哪个是真的 我觉得那个鸭子是真的 好 谢谢 您这个要是给人家挑错了 您得赔胡啊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十位高参这一轮的判断 请看 十位高参有两位认为邓碧山这个是对的 我们看看两位嘉宾是不是选择一致呢 请看 李云鹤认为邓碧山所做大盘为真 你觉得你选对了吗 我觉得应该没错吧 但是选你的人很少 只有二号跟五号加你三个人 就是真理不一定在少数人手里 那真理也不一定在多数人手里 说得好 好了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部专家宣布 这一轮描述完全符合事实的那一件 是 是 民国珠山八友之一 刘宇曾做粉彩大盘 恭喜严丹辰 下期一杯星星 接下来我们请杨静荣先生跟我们讲一讲 那一件它不是这个邓碧山所做 它到底是谁做的呢 杨老师请 这个盘子呢 是他徒弟画的 姓张 他比他这个邓碧山啊 有他自己独特的地方 他画那水草 你在乱征啊 看他特别有秩序 所以这个东远 咱们老说这个描述相符 他主要是描述不符 在这把这个作者搞错了 他独的姓张 好像叫张洛山 那个价格也不菲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件刘宇存作品的价值 来 先大胆估个价吧 小李说 应该是数一下鸭子吧 然后一个四万 然后五只二十 二十四万一个是吧 对对对 听听严老师的说法 来 严老师说说你的看法 十万一只鸭子 为什么鸭子在你这就更贵呢 我就觉得很精美 所以我觉得四五十吧 应该差不多四五十万 如果是按照这个价格 你愿意买吗 四五十万你来一个 来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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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多少收多少 对 连牌带鸭子一块收 是吧 我们听一下高餐在价格方面的意见 好吧 杜学义先生 我的建议啊 这大雁啊 真是得 我感觉得两万一个 你等会儿 你认为这个水鸟是大雁 大雁 这是卢雁图 不是不是鸭子是吧 应该不是鸭子 杜老师 鸭子跟雁的区别是什么呢 大雁更贵吧 你说他是野生动物是吧 你看来经常去那个违法的餐馆吃饭 他这个大雁的嘴 你看我画的明显的小短 并且呢 他的胸部特别比较大 尾特小 大雁的胸比鸭子大 跟鸭子不一样 鸭子屁股这边大 咱们都吃过烤鸭 就是说这两种鸟的区别是一个胸大一个屁股大 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他们说的迷惑性太强 应该我感觉在十五六万就不少了 好 杜老师认为 这个他虽然好 很好 但是没那么贵 也就十几万 有没有反驳他的 我感觉呢 像这样的画工 这样的盘子 而且这个年代的话 怎么就对他五十万 好 听完之后两位思路 小李觉得怎么样 其实刚刚说了以后 干屎都说是鸭子嘛 然后后来那个 这个七一一号老师又说 说那个是大雁 那你认为值八十万了是吧 对 因为他毕竟还有蝙蝠呢嘛 还有祥云啊 还有 虎尾啊 还有赠品是不是 对对 还有赠品 所以应该更贵 这是你真心话是吧 特别真心 特别真心话是吧 好 我们听一下 严丹臣的真心话 你怎么看 我觉得五十左右吧 还是刚才那个 对对对 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呀 你觉得他们说的 没有道理吗 有道理呀 但是我也得坚持啊 就是你觉得 超过五十就不买了 低于五十也不要 对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好吧 两位输入你们认为 正确的价格 请 范大师 刚才您猜的很对 您现在估个价吧 您觉得他多少钱 我估计 应该 这个东西是一个估品 估计 很傻很傻的 那应该 应该在一百万左右 好 我们首先看谁的呢 严丹臣那么自信 他真的会收入五十万吗 先看严丹臣的估价 来 严丹臣给的价格是 四十九万九千九百九百九百万 是吧 对 好 来看一看小李的估价 其实也还好嘛 就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嘛 你说说 你为什么落差这么大 因为 还是不太喜欢这一些东西 不太喜欢这个 还是中情欲 这一只小鸡 严丹臣应该能猜到 他打开始就不好这个 看见这个就不顺眼 是吧 所以我都不惜地搭理他 来 报十价 你业务太熟了 你这个 各位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盘卖公司 和一家古丸城 对这一件 刘宇辰的 粉彩大盘 给出的 市场估价 是 55万元 恭喜严丹臣 再下一个星星 有人猜到 80万100万 有人只猜到 十几万 最后的结果 还真是严丹臣说的这个 杨老师 您觉得这个价格 拍卖行给的准吗 这个是 目前 现在市场不太景气的 这个价格 这个 珠山八有的东西 在这个 市场上 爆出过好几次 这个惊人的天价 比如说 比那个 明清 那个官瑶都贵 就我讲一下 就是说这个刘宇辰 在这个珠山八有里边 第一 是这个政治地位最高 当过政协委员 第二 最年轻 他在 在这个 是最年轻 最有才华 所以他的东西 给到这价格 刚才 范大师开这个 是应当合适的 这不是今年的价 范大师开的是 三年前的价 是吧 或者三年后的价 谢谢杨老师 谢谢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彰显艺术与品味的 一锤定音 接下来 彰显十位高餐 品味的时候到了 第二组两件宝物 已经上来 但是我们没有 通过短片 向大家介绍 为了让我们的两位嘉宾 充分领略我们高餐的水平 我们请高餐 来给这两件宝物 起个名字 九号弹怀雨 这个是材质是电木粉 电木粉是一种什么电粉 电木粉是原来 做电化那种东西 接近塑料了 是吧 对 就是塑料的一个 差不多吧 21世纪 最近的 最近21世纪 20年以后的弹怀雨 好 那么九号高餐认为 这一件是当代 电木粉制 20年后弹怀雨一件 来八号 给他起个名字吧 我感觉他在一百年以内 要么是红木 要么是竹子 你挑一个吧 竹子吧 竹子 现代竹 那就算竹雕了 是吧 竹雕 竹雕的那个 叫 那个叫饮酒杯 怎么说来着 饮酒杯 就是那个 绝 尊 尊 尊吧 尊 竹雕尊 现代竹雕尊 两件宝物 我们有一个短片 大家来认识一下 请看 本件藏品 宝主认为 是以竹根为彩 雕刻而成 造型摄氏自如 索客佛像人物满脸 笑容可居 神态憨苦 其纹理密布 身上素缠衣 形成对比 工艺 精湛 精湛入围 构思 独具 匠心 佛像是竹雕 经常出现的题材 改气 构思巧妙 刀法 简洁 因此 本件藏品 宝主认为 价格应该在 十五万元以上 本件藏品 宝主认为 是清代 仿西脚杯 索客竹雕杯 竹杯 外口 颜 是回文文 一周 高浮雕 漏雕 吃龙 浮于 气身 造型生动 背身 整气 色泽 温润 线条 流畅 雕工 精细 文石 构图 疏密 有致 是难得的一件 竹雕 针铁 因此 宝主认为 其价值应该在 十万元以上 两件都是 清代竹雕 作品 那么哪件 是真的呢 好 各位高三 写关键词 两位刚才看完了 有没有什么 第一印象 觉得哪个好 严丹臣先说 我开始吧 远看 感觉好像这个 仿犀牛背的这个 感觉不错 远看好 对 但是我走近一看 其实这个佛像 雕得也挺好的 所以近处一看 还是这个好 是吧 对 相对而言 我觉得那个好一点 小李 佛像有点 俏皮 俏皮 您给我们演示一下 俏皮是一种 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那样呢 这叫俏皮是吧 不 可能那个不太准确吧 因为我感觉这个 孙大胜 这 佛像 吐着一个小舌头 然后还 打着一只眼睛 对 所以你 你是觉得这个不太靠谱 是吧 对 太像网红了 是吧 对 有点像网红 就近看 你觉得这个还像老东西 是吧 对 好 回头看一下各位的关键词 不是 三号 你的意思是支持九号 刚才的那个 三号说一下 我不是支持九号 我就是说这个 二十年后的瘫痪 这个还比较靠谱 这不是我选的 我那个 这不算是吧 这算选错了 是吧 对 我们这个 一旦售出 该不退换呢 这个 这个用过了 不能再放回去了 这个 你就不能太好奇 这样那个 我帮你选一个吧 五号 来 我选的是蓝色台子上的 包括边上把手 是一个吃虎 对 形态叼得也非常的精致 不止一只 三只 我觉得这个应该像是一个老物件 你觉得五号说的 你觉得也不一定要道理 也不一定 有道理 但也不一定对 好 李云浩选一位 十号吧 飞天 为什么写飞天呢 因为我觉得 那个杯子的那个 那个线条 非常的流畅 就像那个飞天一样的 非常的美 所以我写那个绝杯 今天你这个 好像他们都不太那什么 严丹臣可能还是挺挺你的 是吧 嗯 这个意思 你现在觉得哪个是对的 他已经说不出来了 小李 你觉得哪个是对的 还是觉得这个杯子 比较像一些 还是杯子 不过我们刚才已经领略过 李云浩口是心非的 刚才那一轮了 这话咱们也就这么一听 我们先请 十位高餐 在这一轮做出选择 如果你们认为 青带竹雕 佛像 描述正确 请选一 如果认为青带竹雕 仿西角杯 描述正确 请选二 鉴于刚才范大师猜的挺对 来 您认为哪个对啊 佛像 佛像对 他认为佛像对 首先 请看十位高餐的选择 一人认为佛像对 这位是 一号 孙先生 一笔九 你看他还挺高兴 我们来看看两位嘉宾 他们的选择是否一致呢 请看 两位都 来 延淡成 说说心路历程吧 怎么最后就变了呢 说说吧 本来我还挺坚定的 但是我看大家都这么选 范大师 您看您跟大家猜的都不太一样 我现在还没有公布最后的结果 您觉得您说的是对的吗 那个昨天他有那个 有桌子的那个 就是那个粉露的 看起来 那些点点点点 要让您重选一遍 您还选他吗 他这个粉露一定有的 我还是选那个佛像 还是选他是吧 大师说话 地水不漏 因为他选错了 没事 对吧 一号 你作为今天台上的唯一一位选 这位的 你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这佛像 调得挺好 这个包奖也挺厚 他们全错了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猜都错了 你遇到过这种事吗 你一个人说是对的 旁边所有人都是错的 我没遇到过 其实我们特别不愿意出现一编导 节目特别没劲 是吧 所以我们也希望您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总得有一个两个跟别人不一样 好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宣布 这一轮两件竹雕之中 描述符合事实的那一件 是 是 清代竹雕佛像 只有一号和范大师两个人猜对了 哎呀我就是立场不坚定啊 言丹臣 做梦的时候梦到了双色球 醒了又没去买 范大师 这个时候有很多话要讲 这个东西一看就像那个 怎么我要学 我要学那个白子呢 这个白子一看就是模特做的 是什么做的 模特做的 木头做的 木头做的 这一看就是木头做的 来一号你也可以嘚瑟几句 来说说你现在的心情 我跟范大师的这心情是一样的 这一看那就对 确实经专家鉴定 这一件号称清代竹雕仿西角杯 描述不对 到底哪不对呢 于洪燕先生 请 这个竹根雕的仿西角杯啊 从工艺上来讲确实漂亮 但是呢 从哪能看出它是新做的呢 就是因为从包姜上 我们一般常用的物品的 包姜是不均匀的 就是长摸的地方 包姜呢 是比较丰厚的 不长摸的 或者够不着的地方 它的包姜啊 就没有那么丰厚 所以说 它的包姜不均匀 而这个西角杯上的这个包姜啊 整体非常均匀 一看就是在做的的时候啊 那么整体涂抹出来的 你要拿手去 猫上手啊 拿手摸一摸的话 它这个做的 旧的痕迹还没干呢 还有年线 你们摸了吗 刚才 没敢摸呀 我也没说不让摸 你看这玩意儿 是吧 摸是你们的权利 你们都放弃了 那没办法 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探讨一下 这尊人像 人物造像的价值 2012年到14年 竹雕拍卖 经历了一个高峰 在上海 青竹雕兽星 有这么一尊作品 拍出了800多万的价格 同年在香港 一件竹雕人物作品 拍出了500多万的价格 那么这一尊雕像 应该会值多少钱呢 各选一位高层 给你们出出主意 小李先选 七号吧 刚说500多万800多万 都是什么名家的了 一些掐尖的货 这个属于是老物件 跟那没关系 所以说跟那么贵的价格 好像不太靠边 这个要按他整体的 大伙对他的感觉来说 我感觉应该也就在 七八万左右 好 谢谢 李云鹤愿意花七八万买一个吗 不太愿意 不太愿意 我特别欣赏你说真话这一点 好 严谈达诚 选谁 选五号吧 我感觉这一件也就在五六万左右吧 我觉得整体价值也不会太高 你觉得五号说的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都上不了万嘛 都上不了万 这个你可以坚持自己的看法吗 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上不了万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那你们两个就联手把物价摁下来吧 来 两位做出你们的选择 你们认为他到底市值多少钱 输入安检器 来 让开 好 选完了 我们先看李云鹤 这一轮对这尊清代 这个佛像造像的逐雕的这个估价 是 一万五千六百六十六 来 看看严丹臣的出价 就怕正确答案是一万四千多 那就要拿纸出来算了 是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排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 对这一件清代竹雕佛像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喜竹 爱竹是中国古代文人默克的一种习俗 而竹克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 也成为今天人们收藏追捧的一大门类 那么竹雕是老的就值钱吗 在当街收藏市场上 很多人拿到一件东西都喜欢问 这个物品老不老 把年代当作评判藏品收藏价值的标准 是新手们常常犯的一个认识误区 对竹雕艺术尤其如此 过去文人十分注重自身修养 以竹克艺术品来提高自己的清雅之气 因此一件有价值的竹雕必然蕴含着古人的审美思想情趣 从中可以看到历史文化的痕迹 其中更有不少文人投入到竹雕设计创作中去 这在过去轻视手工艺人的时代环境中是不多见的 明清时期不少竹雕大师 他们每个人的作品 无论竹雕 牙雕 木雕 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创造力 刀工和审美意识 因此看了他的竹雕艺术 同时也基本上了解了他在其他雕刻领域中的艺术表现功力 而收藏艺术的表现力往往比时间的积淀更有升值空间 就怕正确答案是一万四千多 那就要拿纸出来算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排卖公司和一家古完成 对这一件清代竹雕佛像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八千元 恭喜严丹臣 这样的一个价格八千元很多人出乎意料 余老师收拾您的见解 这个是这样 北方不太喜欢这种竹雕制品 一个是在北方的市场不如南方 像刚才这个朱毅说的在上海的拍卖竹雕肯定拍得高 再加上刚才我们说了从艺术角度来讲 现在很多艺术品老的卖的反而比新的还要便宜 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从艺术角度去评价 那么重新来定它的价钱 并不是说单一的老就能非常的值钱 北方也追捧竹雕 是追捧非常典雅的文房用具 笔筒啊 笔格啊 这些东西 像这种类似摆设玩具 对于民俗性的就是南方卖的比较好 好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黄金大笔架 在近代中国美术史上 普新鱼是一位颇为独特的传统大将 他的贵族出身和恪守传统的绘画风格 在二十世纪美术史上留下浓重一笔 本件作品整幅画面色色细腻填养 侍女部分文饰清晰自然 可对比竹树石线条净脆干练 两种笔墨一弓一血形成鲜明的对比 凸显出普新鱼工程细致的画风 是普新鱼先生不可多得的一件精品之作 那么这件作品到底和多少块黄金相比价值才相当呢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一锤定音 接下来是今天的黄金大笔架 今天我们的玩法跟以前不太一样 现在有十公斤黄金摆在我们的台子上 今天我们给艺术品估价的方式呢 十块黄金到底用几块 有两位嘉宾自己来决定 我们今天在这个环节展出的艺术品 是普新鱼侍女直善图轴 刚才两位已经上来看过了 觉得怎么样 挺好的 好在哪里 就是个美啊 觉得挺难看呢 怎么个难看法 你也说一说 关键是脑门太大了 对 背头是吧 对对对 那那时候大背头才有福气呢 都要那个脚脸的嘛 关键长得也不是特别好看 看着 他晚上会来找你的 对对对 我说句实话 现在你要大街上哪个女的长成这样 也挺奇怪的 是不是 但是他是 普新鱼先生的作品 而且是真迹无疑 他到底能值多少钱呢 我们要不要请教一下高三 要 要 这个只有一次机会啊 颜丹辰先选 你觉得谁靠谱 找画家吗 找画家啊 你举手什么意思 你能 二号说 二号的意思 我比画家厉害多了 这一堆黄金都没有那个画之间 你等会儿 你说这一堆黄金都没有那个画 你知道这堆黄金是值多少钱吗 这是十公斤黄金呢 十公斤大概多少钱 嘿 来看一下今天的牌价 今天的黄金牌价是275块6毛一颗 反正这幅画最低不下于500万 这就是差不多这堆黄金两倍的价格了 有什么依据吗 这个作者很有名 说是南张北谦吗 他跟张大谦 这没他什么事了 南张北谱 对不起啊 南张 严丹臣其实他说的话 你不用往下听了吧 基本上 严丹臣现在有一种 这个万年俱会的感觉 低头 500万 你信吗 没什么不信的呀 也差不多是吧 反正应该挺贵的吧 贵的 严丹臣这一轮如果再得一分 小李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来小李 想想吧 来 你挑一位 三号 三号 三号老师 我估计在80万左右吧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尺寸比较小 看着也就是有两平尺多点 围着四五十万一平尺 还是还行 就这么价格 两平尺多 也就是围着百万十万 这么个样子 今日的黄金牌价是每克275.60元 一公斤 就等于是275,600 你认为 这样的一幅画 值几公斤黄金 我觉得 六六大顺吧 最少得六块 六公斤黄金 好的 你确定吗 确定吧 确定了 严丹臣认为 这幅画值六公斤黄金 对吗 这150万左右吧 确定了 对 好 李云鹤 你认为这幅画 值几公斤黄金 九公斤吧 250万左右了 对 差不多250 你有没有听过 这位普新渝先生的大名 没听过 那就是告诉你这是一个 因为刚刚那个二号老师说 一号老师说 说那个 因为一号老师他不是本来就是画家吗 然后说那个 南章北迁 然后说那个这个画还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比较贵一些的 当次到位 对 而且他上面又写了那么多字 这加上有颜色搭配 还有树什么的 李云鹤这个很有条理 一幅画 贵不贵 第一 他除了画有没有字 第二 是不是单色的 他用了颜色就会更贵 对吧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股完成 对 这一件 剖心于侍女直善图给出的市场估价 十块黄金价值百万 看明星会用几块黄金给名画定价 多评是一种什么样的词器 大奖究竟荒落水价 一锤定烟 精彩 何一将继续 给出的估价 是 120万元 严丹辰 更接近标准答案 严丹辰 再加一个信息 2017年 普新鱼的一个 签笔书写的菜单 排出了数十万元 很多厂家 指不住惊呼和喜悦 为什么普新鱼的一件随手作品 就能卖出如此高的价格呢 在20世纪中国画坛 普新鱼在书画界响名甚早 更由于他有极其显赫的身世 曾经风靡一时 但是目前艺术品市场上 普新鱼的作品价位落差很大 从几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 有业内人士分析 普新鱼目前是二线画家的名气 三线画家的价位 但若论绘画功力 可以算得上上乘 因而他的作品 在长期受到冷落的同时 也为今后的价位上升 流出不小的空间 2017年 这个菜单 其实是再简单不过的小纸条了 但是今天人们谈起新鱼先生吃 流传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然而除去他对吃蟹有简单描述外 便少有文字记载流传 而此书实单正好填补此一空白 可是这仅仅是一个特殊的例证 不能说明普新鱼先生的作品 就渐渐价值连城 这个菜单也许就是一个信号 中国加德2017年春拍 明月几时有 普新鱼汉末丹青珍藏专厂 在北京举锤 本厂公计92件晶片上海 全部成交 多数拍片高一价成交 而在这背后 是业界公认的普新鱼先生作品的标准件 这也许就是书画收藏投资的关键所在 这样的一件作品会有这样的一个估价 刚才有人还估到五百万 到底估价的理由是什么 普新鱼先生的作品 最近的行情又怎么样 我们该如何去鉴赏普大师的作品 金鱼章先生请 大家到北京 都应该逛过公王府 那就是普新鱼先生的家 当时有人把他跟张大千定题 号称南张北谱 其实如果说在老北京人的心目中 北谱是远远高于南张的 因为他们身份不同 这是一位王孙 这张画是他38岁的一张作品 画得很认真 他有本的 那么这张画的本是什么呢 就是唐伯虎 唐银的也是一张名作 叫秋风完善图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凯探人情冷暖 他应该是一位过气的明星 所以呢 这个大家对他有所冷淡 所以他用这个扇子做比喻 这就是事态炎凉 这个词用在这了 用在这了 那么这张画呢 虽然在唐伯虎的作品里算是很好的 但是呢 跟普新鱼的比呢 我觉得还是略逊一筹 当然这个时代不同 它的价值不同 普新鱼这个画呢 我觉得它的造型 要比唐伯虎这张要好 要好 要高雅 要高雅 近些年来呢 大家的这个收藏家的文化素养 逐步提高 能够读懂普新鱼的画了 所以呢 就是近两三年来 普先生的画价格涨得很快 比如说十年前 像这样的话 可能就是几十万 五十万 五六十万 现在涨到一百二十万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说五百万 还有点激进 但是几年以后 指日可待 也难说 几年以后也难说 因为它的东西存世很少 格调甚高 谢谢 谢谢景长先生 我们最后这一题呢 实际上在录制节目之前 我跟导演 废了很大的心机 因为这道题 我们认为 难度会稍大一点 所以放到现在 本件产品 宝主认为 是元代介修瑶 所生产的瓷碗 介修瑶 在宋金时代 稍造黑柚瓷器 极其出色 而瓷件介修瑶 黑柚碗 宝主认为 是介修瑶的代表作品 其尺寸较大 长口原覆 又光黑亮 在石油黑柚的瓷梯上 还描绘图案文字 花纹成铁锈色 宝主认为 是介修瑶的典型作品 因此价值不菲 本件产品 宝主认为 是金带所做的都鲁瓶 瓷器型主要流行于 我国金元时期的 北方地区 本件作品 以鹤黄色胎土旋制 诗幼较厚 幼稚成乳茁壮 其平体在黑色右层上 勾绘彗彩色纹饰 帅意潇洒 体现了北方民族豪爽 粗犷的精神风貌 本轮出场的两件藏铁 都是黑又瓷器 一件是元旦 一件是金旦 那么到底哪件是真的呢 最后一件宝物 对于李云克来说 为荣誉而战 严丹臣现在4比0领先 虽然如此 这个6比0啊 更难听一点 但是太难听了 是不是 有损门风 对对对 努力努力 就是你最后这题 如果你都答对 他都答错了 那么这个 比你前面全答对 还有用 明白这意思吧 所以你那不能太固执 你看你前面 根据你自己的审美吧 你答错了好多题 是吧 我们有时候 我们的审美是对的 但是社会就是这样的 好了 两件宝物的描述分别如此 红色台子上描述为 金代都禄瓶 他为什么叫都禄瓶呢 就是说呀 往里边灌酒啊 的时候灌水啊 里边咕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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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小口大肚 所以他叫都禄瓶 当然这是个传说 金代的 那么蓝色台子上 这件号称是 元代黑又瓷碗 两支 不见得是一套 这宝主一拿 拿两个来 里面有一个不对 就算不对 来各位高三写下关键词 两位说一下第一印象 我开始以为这个是漆器 像木胎的 对 它那个光泽度啊什么的 觉得太亮了 但这个肉眼看 怎么有点土桃的那种感觉 土桃 是吧 对 李云鹤 你的直觉 你的美学 审美告诉你 其实我的 直观感受 我还是喜欢这个 但是按照以前的教训的话呢 我这次我还是选这个 你现在已经得到经验了 你喜欢什么 什么就是错的 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各位的关键词 本来吧 我觉得这个 圆咕隆咚的元代的 是吧 但是九号呢 老师老说 瓷器得反着来 你要他解释一下 他写的都禄没听说 是什么意思吗 那你觉得到底觉得是 都禄是不对的 我觉得都禄瓶这瓶子 我就没听说过 然后我看了好多博物馆 博物馆里没有标签写着 都禄瓶的 你所有的博物馆都去过了吗 也没有啊 你看看 没准到那 我觉得应该就是反着他的来 应该是对的 你的意思是他说什么 不听什么就对 对反着 是吧 刚才谈话语都说了 说这个 没听说过这个 因为这是一个俗语 俗语 俗语里边一般有一个称呼 就是 说这个管那酒瓶子 叫酒毒落 我说喝那酒毒落 这老北京他没有说有这个用语 另外在河北省啊什么的 都流行 但是他因为是民俗用语嘛 这个不可能上博物馆里边 这个谁 这个 写这造型 你看如果 我们要是定这个名称吧 就是 黑友 贺斑 双喜瓶 好 9号 作为一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 谭慧宇先生认为 这个东西他听都没听说过 李云赫 选谁 5号 你倒真敢选我啊 我到现在都没对过呢 我也是 你今天到现在没对过 是吧 听你说点错的也行 反正给我直观的感觉吧 元思 元代的那个蓝色台上那个 那个应该不是一对是吧 没说是一对 人家凑了两个 人家很喜欢自己的收藏 收到两件 他认为都是元代 黑友词丸 我们在认识了宝主之后 也许看法会有改变 有请两位宝主 好 二位好 来 你好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来自山东德州 爬鸡不错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件金带的 黑幼的铁锈花的多路瓶 然后13年收藏的 13年 对 花了多少钱 当时花了5000块钱 5000块钱 这听起来好像收藏一个东西 只花5000块钱 是很便宜的 你说现在能值多少钱 值七八万吧 七八万 肯定得升值了 是吧 好 谢谢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那个我来自北京 那个上次呢 来上节目呢 朱老师说 那个是卖裙子 这回这部又翻箱倒柜 就感觉这俩碗 感觉挺老的 就把这俩碗拿过来 你凭什么认为 它是元代呢 元代就九十几年 自个也不懂啊 就找人去问一下 他告诉我说是 这个元代戒修摇的 铁锈花的一对碗 戒修摇 对 山西的 山西去了 这个好像我们还挺少听说 对 好吧 你觉得它那罐是金带的罐吗 我感觉稍微 可能光线问题吧 有点亮 发光是吧 对 这可能不够不够金带 是吧 这我不好说 好 接下来心里是不是明白多了 这一下 好像好一点 好像好一点 对 我们就 其实我从心里来说 我特别希望今天出现一个 前所未有的比分 但是我觉得这样对你不公平 接下来请所有的十位高餐 两位嘉宾做出选择 我们先来看一看十位高餐的选择 四比六 四位认为多了罐是真的 六位认为碗是真的 两位嘉宾这一轮是否选的不一样呢 请看 严丹臣选了罐 李云鹤选了碗 接下来我代表本栏目专家 宣布最后一轮两件宝物描述符合事实的 你觉得是谁 你觉得是谁 我 是你 你觉得是谁 应该是我 那我觉得是 我 对 描述符合事实的那一件 是 是 远待黑又此晚 恭喜你 恭喜 加上一枚 钻石 这太不容易了 全场响起 惊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恭喜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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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是属于李云鹤的 可算对了一个了 太不容易了你这个 这一支罐子到底是什么朝代的什么作品 我们请教杨静荣先生 我们请教杨静荣先生 他描述不符在哪儿啊 关键是那年代 这个东西也是老的 不是新的 但是是清代的 如果如果是金带的这个底足的他那个 玄销的方法跟这个不太一样 另外他那个曲线就是肩部到底下的造型 跟这个也有点变化 河北的磁州窑原来也烧 但是传世的不多 传世的多的是山西窑的 所以你这东西呢就是描述不符 然后咱们要来那天里一说 初选的时候一说独鹿瓶 后来我们说这名称也挺好的 就给写上了 这样呢我们传出一些这个这个淘瓶知识 一说什么叫独鹿瓶 最起码的大家伙都俗语里边有一个嘛 叫就独鹿就独鹿 这这一囊都治得总回事 增加点知识 好 谢谢杨老师 看您那个表情意犹未尽 是吧 没关系 没关系 下来我们继续可以慢慢探讨 感谢您带着宝物来到我们的节目 下次见 好 再见 元带黑幼此晚 没错 值多少钱呢 这个不太清楚 其实他就是不愿意说 他怕说错了呀 丢人 是吧 来 这个4比2跟5比1还是有差距的 李云鹤 你觉得他值多少钱 2-2-3万左右 嗯 连南城呢 肯定不止 哦 对 因为他一个是元朝的嘛 再说他保存的还是挺好的 嗯 而且俩碗 我觉得怎么的也得15到20 15到20 来4号 说一下你认为多少钱 我觉得也在15万左右 理由是什么 也是因为他抄袋比较久 而品价很晚 很完整 哦 抄袋久 品价完整 说得很清晰 是吧 十几万 来8号 我觉得6万 一个碗3万 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 这个价格是因为和那个比较的 因为我刚才比较喜欢红色的 哦 你刚才比较喜欢这个罐 是 结果他落选了 你心里现在很有落差 对 我想打击打击他 其实我心里价位10万 我又给他降了4万 好 在两位做出选择之前 要告诉各位 从本月开始 如果您要参加一锤定音初见会 可以在每个月的20号 光临北京红玉博古安城 特资提示 好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做出今天的最后选择 今天最后到底是5比1 还是4比2呢 先来看李云鹤的出价 李云鹤的出价是 14万9999 卖吗 卖 我不买 我捶哪去了 我这 哎呀 严丹臣给出的价格是 18万8899 卖吗 买 买吗 买不买 买不买 你买它干嘛 先把壶给我 先把 刚才范老师说那壶值多少钱 记住了吗 两万 你记这数记得真清楚 那是我的壶 你的壶你做主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本栏目合作的两家著名的拍卖公司和红玉博古完成联合对今天最后一件藏品 元代和有此碗给出的市场平均估价是 三万元 李云鹤更接近正气的答案 加一枚钻石 三万 两碗 两个碗三万 哎呀 阎南城觉得很诧异 他们家肯定高价买了不少这种碗 来杨老师说一下 这两个碗为什么三万 这个是元代的 它有明确的窑口 是山西借修 有明确窑口的东西 一般价格都比较高 因为这市场需要 现在这个能达到三万 聊国去啊 最早的时候想这种东西 几十块钱 后来涨的一二百 后来行情好的时候 也就涨了一两千到头了 最近这几年 大家注意 如果是建窑的 现在有几十万的都有 上百万的也有 我希望大家在这个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啊 就把这个物质文化 跟咱们这个文化融合到一块 你从这一个茶展上 你能看出来的是什么 它带当时的历史背景 是什么干嘛用的 这样你才能提高 我们真正的 自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 光剑在这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是今天的颁奖仪式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 十位高三谁最优秀 其实不用说都知道 十位高三 真的有人 每道题都答对了吗 我们来看一看 没有 今天十位高三全军覆没 因为我们的题目 真的出得太好了 非常难 在我们这么难的答题背景下 在场上竞争激烈 颜丹臣以微弱的优势获胜 仅以4比2的比分 所以今天李云鹤 非常遗憾 非常遗憾 就差一点点 就差一点点 下回努力 我们请颜丹臣上台 来 我们请范大师带着自己的作品 这一把小巧玲珑 异常精致的紫砂壶 要送给今天再次获胜的颜丹臣 范大师亲自给颜丹臣颁奖 哇 这个壶身上非常 这只刻的是波罗波罗蜜多心惊 好 恭喜颜丹臣 再次恭喜你 谢谢范大师 谢谢 谢谢 好的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的三位专家老师 谢谢三位老师 辛苦了 谢谢 感谢今天一道题都没有 不是 感谢今天没有答对所有题的十位高餐 谢谢你们 最后感谢李云鹤的再次精彩陪衬 下回加油了 谢谢 好的 再次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收看这一期的一锤鼎音 我是猪一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